我对日本的野心感到恐惧 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够明白 日本的野心究竟有多大 日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民族 这段话是谁说的呢 是犹太人基辛格说的 连一个犹太人都这么害怕 都这么惧怕这个日本人 这个日本民族 你可想而知 日本这个民族究竟是有多么的恐怖 现在日本人呢 已经完全散透了我国的各行各业 这应该是他们这几十年来 可能是更长的时间 一个完美的计划的进行当中 完成的任务 这个阶段性的任务啊 令我们非常恐怖惧怕 所以我认为啊 日本人已经完成了 他们阶段性的计划 这个阶段性的计划 就是散透我们中国各行各业 各个领域 这里面我再跟大家说一件 比较恐怖的事情 林志波发表了一个 微头条观点 林志波是谁呢 林志波就是人民日报 四川分社的社长 他说了一段话 令我觉得很恐怖 很揪心 但是看起来这段话就没有什么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他说倭寇亡我之心不死 其对中国的渗透劫飞 危言耸听 即使普通民众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我个人在北京工作的时候 就有日本人把我请到新桥饭店去吃饭 劝我不要写反日文章 只要不写就可以报处 被我言辞句节 我还把他们嘲笑了一番 彻责他们 既然找老子说这种事情 真是瞎了你的狗眼 建议倭寇对我国渗透意气严重 我尊重服役国安 公安将此事立专将进行前面 深入细致的追查 不择 后果不堪设想 这是林志波 他写了一件事情 就是有个日本人找他 叫他不要再写反日的文章了 你如果不写 我就给钱你 你报处你 但是被林志波社长啊 言辞拒绝了 我认为啊 像这种事情呢 每天都在我们国内发展 现在变成一种常见的事情 我昨天发了一个视频 说的是日本的核飞水 已经进行了第七轮排放的视频 那么我认为呢 他第九轮 第八轮 第十轮的核飞水呢 也在激发安排当中 那么今年呢 他已经排放了多少吨核飞水呢 这个数字我不太记得了 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上一个视频啊 那那个视频呢 正如我想象的一样 完全没有流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平台他不推啊 还是同志们看了以后 不感兴趣啊 反正就完全没有流量 那我之前也说过 如果我们写这种反日的文章 反日的视频 大家看了以后 都不点赞评论转发的话 那肯定就没有流量了 没有流量了 那么这些这批博主呢 就不会再去谈这些事情了 因为博主也要生活 那就大家都去称业点了 那日本这件事情呢 核飞水排放这件事情呢 没有任何大的媒体报道 现在已经战战渐渐的 已经模糊了 已经不记得了 就没人提起这些事情了 像日本这个上进天良的事情 我认为大家一定要 引起高度的重视 引起高度的重视 那么现在日本人 渗透我国各行各业 问题有多严重呢 我想啊 很多普通人都应该感受不到 那么这几十年来 日本我们这里 建了非常非常多的学校 而且这个学校呢 全部是在传输日本文化的 日本人很聪明 很狡猾 他想从根本上 从文化上 渗透到我们这里来 把我们文化化 童话化 这是他们最聪明的做法 那连犹太人的基辛格 他都非常害怕日本人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日本人究竟是多么的恐怖 日本人现在在核废式排放 向全世界散布这些毒业 那么在中国也渗透了各行各业 比如说他们建学校 比如说我们某一个证件公司的老总 竟然是日本人 比如说我们某个编辑社的主编 是日本人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公司 都是日本的走种 那么我认为呢 现在日本人在我们各行各业里面都书买了很多人 这些人呢 一直在这些行业里面工作 但是日本人有些还没有激活 有些已经激活了 激活的这些人已经开始行动了 像我们每个行业开始蔓延 开始写一些东西 说一些东西 开始实际的做一些东西 但是还没有激活的这些人呢 是隐藏在我们各行各业的间谍 这些间谍啊 一旦被激活 那么所有的间谍被激活之后 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这个环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我们的宣传口被人霸占了 被日本人抢占了 我们所有的媒体被日本人控制了 控制了这两个 那就控制了话语钱 那么日本人就可以从内部去瓦解我们一些事情 那这些东西是值得我们要去注意 那如果现在是你 你现在看我的视频已经看到现在了 我这个视频值不值得你点赞一下 值不值得你 值不值得你啊 关注一下我 你要留言写一下 写一些留言 要增加这个视频的热度 我认为是值得的 因为既然日本人已经 快到这个程度 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 那么我们可以说 我们要留意起来 那日本人现在跟我们的军力呢 是相差非常之一眼的 那就算有美国人支持 但是日本人一眼不敢向我们发动热战 如果是要的话 那也是上百年之后的事情呢 这个事情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如果只要他发动热战 那么我一天两天一个星期就把他 这个日本岛干掉 把他炸成 但是日本人很清楚 他现在跟我们的军力的差别太大了 根本就赶不上 所以他们早在20年30年就开始布局 用文化 用经济 用制度 慢慢的倾向我们各行各业 慢慢去同化我们周围的那些同胞 让他们变成日本人的走狗 变成日本人的附庸 来为日本效力做贡献 所以我们警惕日本之坏之坏 日本从古至今都在算计中国 日本没有哪个年代 他没有不在算计中国的 从日本建国制来 跟我们打了很多滋仗 他每一段时间 只要他们活下来 有能力了 他就必须第一个打的就是中国 所以说日本从古至今都在算计中国 都在进攻中国 都准备抢占中国 中意如何 大家认为是不是一个伪命题 是不是我们自己在一厢情验 还是人家用文化 同化你 让你说成这样的话 所以我认为记住历史 邪海深处 不能忘 没有赎罪 就没有原谅 我们不可能替我们的先辈 去原谅日本人 我们没有资格替我们的先辈 去原谅日本人 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总的来说 包括我们现在各行各业 包括我们现在自媒体等等一些大委 还有一些公职 包括我们那些比较有地位的单位 有名气的单位 上面的领导 我认为我们的国安部 我们的相关部门都要好好的查一查 究竟这些人 他是不是一些危险分子 那么现在我们军事上面 已经开始大力的反腐了 其实反腐的背后 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为了后面的事情 你看我们两只大老虎已经落网了 两任国防部的部长已经落网了 那说明我们的劫心是非常大的 我们的准备是非常纯纯的 就是为了等这个时候 那么现在世界风云在一起 中东 以色列跟里巴嫩又开始开干了 那么 国务战争 俄罗斯跟乌克兰一直停不下来 那么现在菲律宾跟日本 又在南海搞事 菲律宾在沿岸礁日本在钓鱼岛 日本现在又开始行动了准备冲钓鱼岛了 那么我们其实我们周围的环境是不那么好的 但是可以说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这点你放心 我绝对相信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实力 绝对能够把握住 因为我们现在的军力已经到了非常努力的一个地位 很多普通的观众他都不知道 所以日本人呢 他是不敢给我们打热战的 如果打热战 他两天之内就会给我们消灭 那么他只能打冷战 冷战他有什么方法呢 一个文化又轻 一个是经济又轻 一个是政治又轻 从这场 moment 向我们所有的行业 请进行 牢牢的像吸血虫一样 牢牢的附着在我们的一些体制内 让一些体制内的人为他们效力 为他们服务 所以这点呢 大家一定要好好重视起来 看到这样类似的视频 一定要点赞评论转发 把这个热度搞起来 不要让这些视频存下去的 兄弟们可不可以